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任何的问题我们的专家都会在第一时间给您最详尽的解答 那么今年10月环境部是颁发了中国公民环境与健康素养试行办法 那么这个最新的条例里面介绍到了非常详细的作为普通的公民 应该怎样保护自己的健康以及我们的健康和环境息息相关的关系 在上一讲的节目当中我们讨论到了PM2.5对于我们健康的影响 在这一讲的内容当中我们将会继续来和大家来探讨 那么首先要有请出我们今天的专家郭新彪 郭教授 您好 您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郭教授我们之前谈到了很多很多关于我们PM2.5的产生啊 以及它的这个来源啊 或者说做了很多的实验告诉我们 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是存在着很多很多制造PM2.5的机会的 那究竟作为我们普通人应该如何进行自我防护呢 我们要避免PM2.5为害作为我们自身每个人自身 一个是我们要尽可能的少产生从自身做起少产生PM2.5 另一方面说防护的这个方面呢 我们就一个谈到了就是在一些严重PM2.5污染比较严重的时期 我们尽可能的要避开在这种比如说室外这种环境中的这个活动 尽可能的甚至说严重的时候我们尽可能要停止这个在室外的活动 再一方面呢比如说我们确实有必要到室外活动的时候 我们要戴好一些防护的措施 比如说我们就是戴口罩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 嗯 您刚才说到这个戴口罩啊 我也联想到了我们现在公民很多很多这个防护的方式 比如说我就说说我见到的有戴口罩的各式各样的口罩 啊还有买这个空气净化器放在办公室或者是放在家里的 然后还有在办公桌前放很多很多绿色植物的 我就想问问郭教授咱们这些的防护措施有哪些是正确的 有哪些是错的 那么有哪些是有用的 有哪些是没用的呢 这个啊我们我刚刚也谈到了 所以我们就是说作为防护措施重要的一条就是戴口罩 那戴口罩本身我们当然你刚刚也谈到了口罩有各式各样的口罩 对是很多种 不管怎么说现在的也就是说都有一定作用 不光是口罩就是我们比如说咱们拿以前大家见过为了防风沙 弄个杀金弄个围巾 对这个也能或多或少的可以减少一些PM2.5的这个我们吸入 但是当然说你要说有效 那个效率不太高 你比如说我们常规的杀金这些的可能就120% 能阻挡120%的这个PM2.5 那我们说像我们大家看过外科大夫戴的那个口罩 手术口罩 对手术口罩 它大概是应该是三层 这样的口罩三层它是一般无纺布这样做的 它大概能阻挡80%左右的PM2.5进入我们人体 我们说效果最好的实际上是我们职业上用的那种防尘口罩 而且是它是做过测试的专门做就防PM2.5 咱们常常说N95呀 对 有N90呀 对还有N99都出来了 这都是说明它对这个某一些颗粒 很小颗粒应该是小于PM2.5的 对它们的阻挡的这个效率 它这个标N95的意思是95%的阻挡率吗 对对对 但它测试不是拿PM2.5测试的 比PM2.5还要细的 颗粒5进行测试的 但是我们说了这一类的口罩它之所以能防护 那就是说它肯定是它有一个阻挡作用 也反过来说明它对空气的阻力也是要大点 就透气效果不好是吗 透气效果不好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 长得不好看 那时候既然你要防护PM2.5 你就要比较防得严实点 对就要带的比较 咱们说不要有缝隙各方面的让它其他的 就是从侧面或者其他进去 所以这种情况下它是比较 对呼吸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所以我们是切记 咱们说原来比如是有心肺积患的这些病人 要是长时间戴这个 你还是要注意 可能会觉得闷气 对对对 反而会可能加重你一些 症状 原有的疾病 所以这个就是说要戴这种职业防护口罩 还是建议你去询问一下你的大夫 你怎么戴 或者是该戴多长时间 或者是怎么个具体的方法 这个一定要注意 那在室内话说回来 我还发现一个现象 现在市面上 小家店您知道卖的最火的是什么吗 对 是空气净化器 我昨天的时候还在我这个朋友圈里边 看见我一个朋友发问 说大家来说一说 最近大家都买什么牌子的空气净化器 效果怎么样 大家来讨论讨论 肯定是他也有需要购买的诉求 那我想问郭教授 各式各样的空气净化器 咱们有没有必要去买呢 这个也是刚刚我谈到的一样 就是空气净化器 既然它是按照规范的原理 制造出来的 它肯定是有一定的净化效果的 当然这个净化效果 和我们刚刚谈口罩一样 它是不是效果效率有多高 那就是根据它的不同的机制的 它的设计 还有它的原理可能还是不太一样 一般来说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 进行空气净化呢 那当然首先我们要知道 大家知道 我们现在是关注PM2.5 它属于颗粒物出来 实际上我们空气净化的目的 不光是要消除颗粒物 有些还要我们消除一些 有害的气体 比如说甲醛 咱们装修以后 还有一些我们要消除一些 我们制病的一些微生物 比如说细菌 细菌是这些的 所以在这种不同的情况下 就是说 它比如说空气净化剂 它利用的原理是不一样的 它可能有些 它只针对一类的污染物 比如我们说针对颗粒物的 这个空气净化剂 它主要的方式是采取过滤的方式 让一些比如说我们说空气中的一些颗粒物 它通过一个滤膜的时候 它把它除去 是这样的 它有些情况下 它为了增加过滤的效率 让这些颗粒物 在进入它这个净化剂的过程中 加一种电荷 让它更容易复找在滤膜上 这是一种方式 那这种方式的空气净化剂 它同时也可以除去 我们说空气中的一些微生物 为什么呢 因为微生物大部分是附着在颗粒物上的 空气中的颗粒物 那就是说吸附颗粒物的同时 把微生物也吸附上了 那还有呢 当然微生物是吸附上了 但是微生物没有被刹灭 所以有些它的空气净化剂 还要加一些杀微生物的 比如说抗氧 花剂 像臭氧 或者其他的一些 来把微生物杀灭 这就是说 刚刚我们谈的 有单纯过滤的 有加了杀灭的 这是 还有呢 比如说 有些空气过滤 它是专门针对我们气态污染物的 比如说甲醛 它是采用一些吸附的方式 把甲醛这个气体吸附掉 或者是来一些东西 把甲醛来分解掉的 这是这种方式的 这是也就是专门针对甲醛的 那还有我们说 比较综合一点的 就是说 这刚刚我说的 这三类功能 都有 记忆体的 记忆体的 所以说这么些区别 而且我还发现一个现象 咱们现在市面上 卖的这个空气净化器 价格千差万别 有几万块钱一台的 有一千多块钱一台的 商家促销促销 说不定999就能买到了 那究竟我们普通家庭 应该选择 哪一种原理的空气净化器 您觉得就比较合适 可以了 那应该怎么样去选择呢 这个我想 从刚刚我讲的也知道 就是空气净化器 它有不同的 可能类型 又单纯的 针对某种污染物的 有综合性的 这个当然首先一点 就是根据你的需求 你的主要目标是 比如我家里这个甲醃 这个味儿很苦恼 我想出 那你是就是针对这个的 你要是说我什么问题都有 我比较喜欢综合的 那就是要综合的 当然一般情况下 我们说综合性的 它当然比较复杂了 工艺啊 跟我们设计 它这个比较贵一点 但是也不是说 我们说越贵的就越好 应该不是这样的 郭教授 刚才我们说到 都是用一些这个 新型的科技手段的 这个系统 来进行空气净化的 那还有人有这样一种说法 说咱们从外面回来的时候 洗鼻子 就能防PM2.5 这种说法正确吗 这个呢 我们说洗鼻子 就外边我们出外回来 尤其是在空气污染 比较严重的时候 确实大家会感到 好多我们鼻腔里 好多这种污染物黑黑的 那这个洗一洗也是比较好的 因为毕竟我们 就是颗粒物啊 污染物 它在鼻腔 它长期存在 对我们鼻部也是一种刺激 这会可能造成一些炎症啊 或者是过敏啊 甚至行 但是我们说 我觉得很有限 对吗 那PM2.5呢 因为已经 通过你这个 已经进去了 所以你洗这个地方 顶多洗掉一点 PM10就差不多了 PM2.5早就进去了 总算还是洗一洗 有好处 那我们其实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刚才你也提到了 就是甲醛 很多人新房装修的时候 都会有这样一个困惑 我们现在也了解 一些环境保护的知识 知道家里面用的这个材料 得用环保材料 可能如果说甲醛超标的话 就会对儿童造成很大的影响 而且也有很多的例子 告诉我们说 甲醛超标之后 这个家里的小朋友 比较容易得白血病 这样的说法是 有科学依据的吗 或者说是两者之间有联系吗 这个我想应该是 给大家要好好讲一讲 这个甲醛的事 甲醛大家知道 甲醛是我们 就是说最常见的 室内空气污染物之一 而且是这个是 和我们大家的室内的装饰装修 非常密切相关的 因为大家比如说 生活条件改善了 需要装饰装修 一些那个 这里边好多建材里边 作为粘合剂用到甲醛 当然我们现在 对建材中的甲醛释放 有明确的限制 这是降低了一些 就是严格的控制了 它的一些释放了 那就是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们管理可能不是很严的 这个污染状况是很厉害的 现在有所感 不管怎么 它是我们室内的 比较常见的污染物之一 那甲醛对大家的危害 可能比如说 弹起来以后 我们自然的感觉 因为为什么是 我们大家都知道 甲醛这个污染了 那我们是能闻得着它的 是吧 也就是说我们大家进了一个装修的地方 我们大家能闻见 觉得有怪味 这个一般情况下 是甲醛的可能性比较大 是吧 那我们国家的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对甲醛的 这个制定这个标准的时候 依据的是什么呢 依据的就是 我们能不能闻得到 我们叫嗅觉域 这个根据这个来制定的标准 但是有一个就说 那个是根据一个人群中 嗅觉域的一个中位数 来制定的 但是我们人和人 大家也会知道 你比如说 有我们一群人 来到一个新装修的屋子 这个人就闻得 哎呀 这个 受不了 而且眼睛会有眼泪 有个人说 我没啥 好像呢 就说这个体差异 特别大 这是大家要知道 就是说我们对甲醛的 从它的这个嗅觉 对它的这个闻得到 闻不着就个体差异了 同样对甲醛的 引起的其他健康影响 也是个体差异 比较大的 这是一点 再一个甲醛 刚刚我们说了 它为什么我们的闻得到呢 让我们引起我们刺激 肯定不舒服 因为可能有时候 打喷嚏啊 或者刺激啊 这个不舒服 在另一方面 甲醛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甲醛是一个半抗原 半抗原 半抗原就是说 它和其他的一些 东西结合起来 形成一个完全的抗原 就它可以自由组合 对对 完了这样就是说 引起我们过敏 所以甲醛引起过敏 这也是它比较明确的作用 再一个就是 大家你刚刚也谈到了 说这个和癌症 而且和 血液病 对 白血病这个关系 这个呢 就是说 刚刚我说谈到 就是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我们缩写叫IARC 它也把甲醛作为 对人有致癌性 那但是甲醛对人致癌性的 这个证据呢 主要来自于非常高暴露的 人群的证据 什么高暴露人群呢 职业暴露 它一直都是做装修工 对 装修啊 或者是咱们甚至说 生产甲醛的地方 这样的就是说 长期高暴露 高到什么程度呢 我给你举个例子 就是说 它的调查这些工厂呢 它们的最高浓度达到 四个毫克 四个毫克是什么概念 四个你可能没有感觉 那我们就说咱们国家的标准 中的某些癌症 就血液系统的癌症 白血病 某些种类的白血病 又高发 所以在一个世界 就是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将甲醛作为对人有致癌性的规定 但是到目前为止 可以说还没有一篇比较权威的研究报告来说明 在我们一般生活环境下 因为大家可以想象 那个四个毫克 一个我们的嗅觉域大概是 因为我刚刚说是0.1来致敬的 就是一句嗅觉域 0.1毫克咱们就可以闻得见了 这个四毫克可能长期在这样的一种味道下 如果你家里要是一个四毫克的话 你呆不下去了 你能呆得下去吗 所以说我们说 就是一般环境要比我们说职业环境要低得多 在这样低的非常低的情况下 尽管我们认为是超标的 有些超标 但还是相对来说低的 这样到底有没有 就是引起肿瘤或者是白血病的风险 现在还不知道 但是很多儿童都会在这样 比如说新装修的家庭里 发生这样的状况 可能会有一些关联 也可能是小孩子自身的免疫系统 还比较发育不完全 他可能会比较容易感染这样的疾病 您觉得呢 对 我们刚刚谈到了 就对甲醛的不同人群的 不同人的这个差异 刚刚从嗅觉上就差异很大 对 同样我们对他的易感不易感 就是甲醛的他的健康影响 应该人群和人群人也是差异很大的 再加上我们说儿童呢 比如说他各方面免疫系统 各方面还没有完全发育好 所以外界的环境有害因素 它是更容易伤害到他们的身体的 所以我们说还是尽可能要避免这样的 尽管就是说甲醛之类的污染 尽管你刚才说了 咱们不是这个高暴露的状态之下 但是还是应该注意 对 注意 所以说在普通家庭新装修了房子的时候 我们还是应该请专业的机构来做一个检测吗 这个我们说了新装修的时候 我想有一个比较 我刚刚谈到了 我们的标准是靠嗅觉域来判断的 就是说我们测一测 你要有条件 你去找一些监测机构测一测 想了解一下它的水平也可以 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一个是要在源头要控制它的污染 就是我们采购建材 买材料的时候 对 就要注意一些环保性的材料 再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想即使它是环保释放力比较低的 符合国家标准 那架不住你过度装修 你这个总量就增加了 所以我们是避免过度装修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再一个就是说 你装修完了以后 尽可能有一定的时间 让它这个甲醛来 对 挥发 甲醛挥发还有一些小道理 就是说大家知道甲醛它温度低的时候 它是不容易挥发 是我听说了 所以它的有一定温度 大概是我们说20度以上 它才挥发的 所以说别人总是说装装房子的时候 最好夏天装是比较好 是因为这个道理吗 对 是 是 是 就夏天都容易挥发 在个冬天的时候 大家有时候 比如说冬天装修了 还比较冷的时候 我们一直开着窗户 实际上你那个室内 永远达不到20度 是不可能 这样它挥发不了 所以我们冬天 比如说希望是 你关着窗户捂一段时间 让它挥发出来 完了开一个窗户出去 完了扁捂一段 再开一段 这样这样的 所以说这个大家要注意 就是说我们有条件的情况下 装修完 尽可能要叫它 就我们简单说 叫量一段时间 那如果说咱们经过检测之后 维持在一个比较正常的 合理的国家制定的标准范围之内 是不是也就意味着 咱们还是比较安全的一个环境呢 应该是这样的 应该我们国家所谓制定标准 这个标准就是说 我们这个标准之下的浓度 我们是安全的 依据现有的科学知识 认为它是安全的 或者是它的风险 是我们可以认为是 可以控制在 可以忽略不计的 这样的情况 郭教授 我们刚才谈到的是 这个儿童对于我们这个环境 可能会比较易感一些 那我们这个社会的人群当中 还有这个中老年人和这个孕妇 他们好像总是也在被我们 总是被提醒的这个范围当中 是不是他们也是在这种环境下 也需要有特别注意的地方呢 对 这也是我们说 你刚刚谈到的中老年人 或者是一些病人 甚至说我们孕妇 这都是我们在环境健康 我们说 大家常说的叫易感人群 这个易感是因为什么呢 比如说像中老年人 他随着年纪的增大 他好多机体的一些功能 他也会逐渐的在衰退 包括免疫功能各方面的都会减退 再一个就是说中老年人 他或多或少的 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 慢性病的或者就是存在 这些疾病的状态 同样加剧了他对这些环境污染物的易感 那孕妇咱们就不用说了 孕妇一个是他自身的生理状况的变化 他变得可能一些 我们说脆弱了 再一个他的肚子里 还有我们说小宝宝 这个是我们这个时候 是发育的关键时候 我们说对一些污染物也是比较敏感 所以他们都是易感人群 所以同样我们说在空气污染的 来说就是对于空气污染物的健康影响 他们也是非常容易受到影响 那假设我打一个比方 这个空气是一个严重污染天 这个孕妇就出门了 也没有做好什么防护措施 比如说咱们这个专业的N9屋口罩也没有戴 那么他吸入的这个可吸入颗粒物 对于胎儿是有影响的吗 应该是我们说不好的这种事 我们说像这种前提 就是说我们刚刚谈到了 吸入的我们说PM2.5 孕妇吸入的PM2.5 刚刚我们谈到 他有些可以进入到血液里边 他自身的血液里边 那他进自身的血液里边 通过我们说期待 这个大家知道 和胎儿连到一块 也会进到胎儿的里边的 比如说他即使他本身 这个颗粒物的主分不进去 他产生的一些 比如说岩性因子 不良的一些 我们说其他的一些 机体的反应液会影响到胎儿 所以我们说在这种情况下 孕妇 比如说尽可能不要出去 如果是有必要 确实有必要出去 还是要戴个口罩 还是防护 这个措施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 生活当中的几类易感人群 他们在平常的环境当中 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那我关注到 在中国公民环境与健康 事情的这个条例当中 有一些基本的理念 比如说他提到了一条 叫做健康与环境 不是零风险 这句话我们应该 怎么样来理解呢 这个我们想 可以说是我们这样理解 比如说我们现在老谈 我们现在存在的健康的风险 既然是一种风险 它是存在就是说 我们可能引起健康危害的一种概率 这是要大家理解 这是一个就是给你讲 你这风险高 就是你发生这种健康危害的概率比较高 比较大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对这个风险的理解 我们再细化一点 就是说我们对于致癌物和非致癌物 我们对它的健康风险的这个判断的时候 我们的判断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 比如我们谈到致癌物 实际上我们说 我们环境中 不论是各式各样的致癌物 有些是比如说我们明确的都是 对人有致癌性的 有些是可能是对动物有致癌性的 不管我们同成为致癌物 那是太多了 各式各样的 但是我们说 我们要生活在一个完全没有致癌物的环境 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也就是说我们周围的环境中 都要有致癌物 那这个致癌物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一个概念叫什么呢 就刚刚你谈到了 不存在零风险 是吧 但是多高的风险 我们才能可以 就是说我们可以说得过去 或者我们可以接受呢 这就是在我们致癌物的评价里边 我们有个专业上的 包括我们制定标准的时候 常用到的一个叫可接受的风险 什么叫可接受的风险 就是说它既然它不可能达到零风险 那这样的话 我们说它的风险有多高 才能就是说我们可以忽略不计 就是说不是说没风险 可以忽略不计 那这个时候我们说 国家在就不同国家 在制定标准上 就达到了一个我们说共识吧 这个共识呢 就是说我们说 由于暴露这种致癌物 那人情中某种癌症的发病率 或者是死亡率 它的增加是 比如说是万分之一 或者是到百万分之一 这以下的话 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个 是可以接受的状况 对 可以接受的 可以忽略不计的 当然你刚刚我也谈到了 一个万分之一和百万分之一 也差了两个数量级了 你怎么来决定这个呢 这个就是要专家 根据这个致癌物的特点 根据它的暴露水平来判断 这个所以依据这个决定 我们是在万分之一来接受它呢 还是在百万分之一接受它呢 完了依据这个来得出 我们大家说好多这个标准 就是这样出来 那对于这个我们说非致癌物呢 我们是另外一种思路 非致癌物呢 我们是假定就是说 刚刚和致癌物的这个观念不一样 就是说我们假定 在某种浓度之下 尽管它是存在的 但我们认为它是可以说安全的 或者是完全是风险 无风险的 也有这种概念 所以说我们说致癌物呢 我们说只要它存在 我们认为是就有风险 但是这个也就是说 刚刚你谈到的说 没有零风险 就都有致癌物了 但是对于一般非致癌物呢 我们是认为 在某种浓度之下 我们是完全是安全的 我可以这样说 所以我们在计算 就是或者是制定 非致癌物标准的时候 我们采用的是 我们计算它的安全剂量 或者是安全浓度 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 完全不同的概念 不同的概念 不同的就是我们说 研究的方法 同样的不同的 这个制定标准的 这个策略 是这样的 所以说刚才 没有零风险那个概念 只是存在于 致癌物这一项标准里面 应该准确地说 应该是在这样 但是你会 我这又有一个新的问题 比如这个物质 它既有致癌性 它还有其他的非致癌的 比如说健康影响 比如它对生殖系统 或者有影响 或者它对什么其他的 免疫系统有影响 它同时它又是一个 兼顾的 是有致癌物 那怎么判断呢 那在这种情况下 它既有致癌性 又有非致癌性 我们说叫非致癌的 这种特点的情况下 这就要靠专家来判断 我是拿刚刚我说的 哪一种标准 来推导它的 所以这是很复杂的 一件事情的 所以说咱们这个 所谓的健康与环境 不存在零风险 我们还是要看 它是一个 什么样的一种物质 我们关心自己的健康 也要关心环境的健康 并且我们要科学的关心 环境与自己的健康 如果说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对我们的中国公民 环境与健康素养 这一套事情办法 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登录到 我们屏幕下方的网站 来进行关注 非常感谢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也非常感谢 郭教授做出了我们的节目 感谢对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好 谢谢大家 这要滴几滴 放在这个水里面 老式居民楼 要警惕哪些用水隐患 守护水安全 我们应当从哪些地方入手 其实水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 这个有危害的物质 就是枣头树 明天万杂灯火 华中科技大学 同级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 博导 徐顺清 从水源水制 饮水安全入手 告诉您 健康与饮用水的关系